被打得頭破血流 頭上包著紗布 他就是賣紅龍的黃姓業者 剛出院還穿著醫院病服 在警方的陪同下 立刻就跑來算帳 從買家陳先生的家門 狠狠踹了一腳 買賣雙風大打出手 全是為了這位紅龍魚 引發衝突的就是這位紅龍 陳先生難過的說 他向黃姓業者買來 養不到一個禮拜 紅龍就暴斃死亡 到現在還是難以接受 回想起事發經過 陳先生說去年 他透過網路花了六萬元 向黃姓業者買了兩尾紅龍 紅龍疑似帶菌 害得陳先生的魚缸內 原本就養的七尾紅龍 也被搏擊 整缸死光光 估計損失高達八十萬 沒想到今年三月 透過友人介紹 陳先生再度向一位賣家 買了一尾紅龍 賣家將於送到 陳先生這才發現 竟然又是同一人 而且送來的魚眼睛異常 黃姓業者替魚動了手術 堅塵術後 紅龍就會康復 但陳先生養不到一個星期 魚又暴斃了 他說魚肉很嚇唬 可以用 你現場可以開桌 不小心 跑的時候 那隻魚就會在 就要抓牠了 陳先生留下紅龍生前的 最後影像 暴斃前就這樣病嚴嚴的浮在水面 他說牠養魚養了八年 有紅龍也有鴻魚 每尾寵物魚都很珍貴 一連兩次買到紅龍暴斃 陳先生說 他懷疑黃心業者賣魚詐騙 要問個清楚 但對方早就失聯 為了寵魚大打出手 最後警方也介入偵辦 四祖禪先生坦誠 動手打人確實不對 但紅龍魚死了 他還是耿耿於懷 謝韓志欣 台中報導